来看看我们王子的成绩如何 欢迎来出场 欢迎 好了 你的成绩是不是还不错 你最厉害 你的保龄球曾经拿到过 国外目前最好是银牌 银牌 那你目前呢 还是国手的身份吗 还是 所以还会有机会代表国家冲击比赛 有 五月要去新加坡 六月去韩国 我想请问 其实保龄球选手的年龄 比较长对不对 比较长 只是你约到后面 你年纪越来越长 你的抗压性跟你的协调性 就会比较不好 是喔 是喔 我觉得协调性不好 可以理解啦 因为年龄嘛 可是这么多比赛的经验 抗压性应该越来越高 那他可能打来就 有点紧张 是因为 需要呼吸 需要呼吸 对 可能关键的时候 他打一个球 好 来 我们这个保龄球的国手 要为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啦 请 大家好 我是邓瑞浦 身高174公分 体重70公斤 双宇宙AB型 跟我搭档打保龄球 不管你打几瓶 我都可以帮你收SPARE 好厉害喔 一定要你全倒啦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资料要出现 交卡片 对 差点忘了 咪一下牌 咪一下牌 新朋友 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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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女生 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请选择 刀翻翻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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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Bebi 其实我觉得王子这样打扮很酷 但是我很不喜欢男生有很大的耳環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穿小小一个 好大 对 他的好大 他都比我大 你干嘛戴那么小的 没关系 然后我刚刚发现了就是王子有那个照片 他有马赛克 他的头发是金色的 但现在是黑色的 那个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要比赛 你俩下对手对不对 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有低潮 想说为了要换发型 就是染金色拿金牌 只有真的 染金法拿金牌 意思就是说 换个发型改变心情 对 结果我去国外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在国内 后来隔了差不多两个月出国 颜色退掉 变银色 出国得银牌 怎么会这样 好妙喔 金色得金牌 银色变银牌 你现在同色的 你是不喜欢男生染头发是不是 对 就是我就等他出来 就是看他的情况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 有吗 你现在自然说还是有一点点 有 上面 有吗 有没有染 没关系啊 都是发型师的问题 你是来这里才染的 没有啦 对啦 谢谢 我觉得王子他出来他就是 他很活泼 但他不会到就是太过 是不是 我觉得这我可以接受 因为不然有些太过 那看起来太疯狂了 而且王子感觉他 他整个造型下 他感觉还蛮稳重的 谢谢 好 好开心了 王子你好 就是刚刚听到影片中的介绍 就是你是国手 然后又继续在念研究所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上进心 然后会想要学习更多 让我还蛮欣赏的 谢谢 王子现在还在念研究所 对 相关的吗 体育的吗 运动教练 运动教练 所以其实也是为自己 未来不当选手以后打算 对 就是多走一条路 OK 就是让自己 多一个选择嘛 对对对 好 这边呢 我觉得他的打扮很OK 然后谈吐也还蛮幽默的 然后他可以专注一项运动 到当国手 他从0到100的努力过程 是很棒的 那我相信他在做其他事情 他一定也知道 要如何从0到100 这样子 跆拳道教练 跆拳道教练 他也知道运动员辛苦 你的等级差不多是 比如说校队啊 还是地方队甚至于 我是最好的成绩是全国亚军 然后台北全中运 94年 全中运是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高中吗 对不对 对 那你算是高手了耶 对啊 几代 黑带三段 本来你有没有打算 未来继续当这个 跆拳道的这个选手 其实运动员应该都知道 运动员有年龄的限制 就是体力啊 协调性各方面 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归 就是当教练 去教导下一代 OK OK 好 各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来看看 除了保龄球 王子的生活里还有什么 因为常常出国比赛 所以我平均一年 会出国两到三次 也因此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到世界各国走一走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女朋友 实践允许的话 或者女方想要出国 我会尽我所能 带她一起去 即使我输一点钱也没有关系 没有比赛的时候 我最大的休闲 兴趣是看电影 只要有我喜欢看的电影 我就会进戏院去支持 因为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那跟在家里看DVD 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喜欢个性好 乖巧的女孩子 希望我今天可以找到一个人 陪我走遍全世界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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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看的照片 我们可以发现 广子应该也是 后港同乡会的 你会抱着同乡 同乡 晶一下 晶一下 对不对 你生活里面应该是 应该是活泼的人吧 对啊 蛮活泼的 对 来 刚刚面燈咯 来 小曼为什么的面燈 你也是属于个性 比较明显了吧 真的啊 我就是比较外向 然后大辣辣的 然后我没有到乖 就是没有到乖巧 没有到乖巧 就是乖乖在那边说 对 你说的都好 真的说不到 那让王子解释一下 你所谓的乖巧 是那种很温馴吗 还是说好相处 这个真的是 导演的问题 我真的是 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 找刚刚那个 金融界那个 金融界那个 你像早上一个来拍 我真的是要哭哭了 你的意思说 这些话是 导演要你讲的吗 对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乖巧 就是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 那希望不要女生太霸道 是可以有商有良 是吗 是这样 所以你希望她乖巧 还有什么 你们刚刚讲 还有她讲什么 个性好 乖巧 你说那不是你本来想讲的话 也不是这样说 你看 其实现在走到这个地步 不管怎么样 都是导演的问题 漂亮 漂亮 聪明 那我们就要把你跟导演一起换掉 不要这样 可是我只是 我只是希望是说 因为其实我是有点大男的 我有点大男的 老实 对 所以其实你讲的条件 就是有一些 是正确的嘛 有一些在情绪上的时候 我可能我会比较 冲动吗 不是说冲动就是比较不OK一点 就是可能 我们生子的时候 我可能会比较坚持 可是其实在这个过后 嗯 那就OK 你会让步 我会让步 我一定会让步 我可能 我懂了啦 可能我现在在这十秒 我真的是 一直骂你 可是 你刚刚这样我觉得好开心喔 打他 然后这十秒过后我就 对不起啊 宝贝 好啦 我知道啦 就是 他会 要一点面子 对啦 男生有时候要 给他一点面子 过去 他就马上会 表达他的 给我一点台阶下 而且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啊 懂得去退让 然后在外面的时候 给男生一点面子 对 这是女孩子的美德 对啊 李玉一直有话要说 就是我刚刚其实面子也是 因为我个性很火爆 但是我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你什么都怪别人 你发型也怪发型师 然后你影片你也怪导演 而且你是直接 而且我觉得说 而且我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是很大男人的话 你应该要 用你大男人的那个 那个个性 然后去拒绝导演 然后去拒绝发型师用你 你没有听懂他的笑点啦 他在开玩笑 他刚刚就说 到了这个时候 当然全部要怪导演啦 对不对 就算他有想 这个想法 他也不能说出来了 对 而且他是怎么辩驳 你们都也亮不回来 对啊 所以这个是有点开玩笑的 对对对 虽然他本身应该 他也讲出来了嘛 他个性上 是有点大男人 对 我觉得王子的整体感 整体感觉很好 那因为我们都是双鱼座的 他是AB型 小怪 我是B型 我也怪 所以我觉得他会知道 我的美感在哪里 他 我觉得双鱼座的是他细心 他美感 他别人做一点小动作 其实他可以感觉的 一清二楚 然后我想要 他大男人我想要 被王子骂 没有 因为我想要 你告诉我 我也可以来这个 帮你一个忙 这个问题 站告一个段落 因为最紧张的部分来了 谁要推荐王子 谁啊 我的大表哥 表哥 大表哥 表哥 表哥到 王子的推荐 请看 最高度的热心 的态度去面对 热心碎盒 勃勃开朗又大方 每次跟他出去之后 我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就会有憾恶 所以选择他 就是你最好选择 太棒了 我的抽了 三位 亮子丹 漫漫 千千 明离 哇 李玲 王子你好 我是李玲 然后现在的职业是 國中老师 哇 对 然后 我的兴趣其实跟你还蛮像的 对 然后 比较行动派一点 比如想到就走 或者是 没有想到就好吧 在家里这样子 漫漫 王子你好 我叫做漫漫 今年23岁 那是国中数学家教的老师 那也一边在念研究所 在做进修 然后我还蛮喜欢 那种就是喜欢运动的男生 对 两个老师 都是老师 千千也是老师 太棒了 太巧了吧 老师现在是这个很辛苦的行业 对啊 不好当那样 不好当 来 老师说 王子你好 说真的今天拉到这边 我非常紧张 所以我现在头脑一片空白 没关系 你可以先说说看 你在学校教什么 美语 儿童美语 儿童美语 那你这个小朋友大概几岁啊 幼稚圆到国中都有 那么多 那你平常喜欢什么 我最近喜欢骑脚踏车 最近喜欢骑脚踏车 所以是户外运动 是 是 好 现在要进行的就是 王智德选择 好 难得出现 好 三个女生里面 你先要灭掉一盏灯 好 可以了吗 可以 王智德选择 请开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好难猜喔 好了 你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诶 请问 我就是 男女生交往多久 你觉得才可以接吻 诶 诶 诶 哇 好多人这样子 等一下出去就可以了 真的是 你不精髓耶你 老 不 诶 诶 想玩 好 诶 谁要先答 我觉得是感觉的问题 嗯 我觉得双鱼座很重是feu feu 对了我觉得做什么事都对了 可是你只要一个feu不对 你什么都不对 嗯 所以意思说feu对了 可能很快就可以接吻 不一定 可是感觉不一定 就是 就是感觉 就是feu 不一定 就是感觉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教美语的啦 可是你的美语里面只有feu 感觉他教美语中文就跑了 感觉很重要嘛 好 慢慢 我觉得 我应该也是 很难回答 对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我觉得是看对象 看感觉 跟看自己当下的状态 这更复杂 就是你每个人可能不同年纪 或者是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想法会不一样 照他这个说法 我评估可能要三年 三年太久了吧 真的 所以这个 好 这个都是 不太有一个时间点 对 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讲 好 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对啊 他们觉得这样子讲 比较合乎他们的感觉 比较有feu 好的 好 王子的决定 请开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难怪他会那么紧张 我觉得他可能有预感 他有预感 是不是双鱼座的预感很强 你刚刚说他双鱼AB是什么 小怪 对 你刚刚是说他小怪 你是双鱼 B 我也怪 也怪 那你觉得今天 有没有孵啊 你变成了 对 你帮我当什么人 你以为我要他现场接吻吗 你就是这个意见 拜托 要吻也到后面去啊 没有 奇怪了 吓死了 我最不会处理这种场面了 我坏拍了 没有 没有 我说真的 你觉得今天是不是有feu的感觉 有 有哦 有哦 你呢 我也有感觉到耶 有 他有feu 他说 吹起了 有孵啦 对不对 好 我想这一组 应该比较快会接吻 对 恭喜两位 在一起 结婚吧 结婚啦 在一起 都是你来比人家接吻 是你嘛 是你嘛 是他们 是你们啦 你自己吻吧 觉得他蛮乖巧的 也不是说乖巧 现在这个乖巧真的是 好像不能随便乱用 所以我看起来他是蛮文静的 我觉得 而且他也蛮会为我说话的 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同一个星座 市场都对了 但我觉得什么都对了 今天很开心 对啊 好消息 我们要把这个喜悦跟大家分享 特别是新来的小妍 小妍 哈喽 我是小妍 二十一岁 双云座O型 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交换学生 浙江的朋友 是内力朋友 我喜欢那男生是体贴且成熟的 谢谢 体贴且成熟 而且今天双鱼做好多 对啊 而且那个位置又是一个双鱼 那是双鱼特别做是吧 双鱼宝座 好 看看这位男生 符不符合大家的需求 请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金素席 我的英文名字叫Johnson 我的专场有很多 包括篮球 跳绳 扯铃 舌板 舌板耶 因为我是国小的体育组长 因为现在的小学趋向多元化学习 所以体育老师必须具备 不一样的运动能力 平常要负责规划校庆运动会 以及全校的体育活动竞赛 女生们请注意 我是个不会逼你们运动的体育老师 请你们放心 放心 好 双鱼特 逆航的 对不对 运动是他的事 喜欢一起来不喜欢 各玩各的 对不对 欢迎王子出场 欢迎